上一集我們提到美國的太空總署 他們開設了網站 亦都指定了一個研究員 去研究不明飛行物體的現象 這個不明飛行物體的現象 當然如果我們熟悉研究的最新狀態 我們對美國的太空總署不會有太大的期望 但是這裏可以附帶一提的 事實上大家在YouTube上 是可以見到一些在穿梭機裏拍到的 不明飛行物體的影像在這裏 到現在其實美國的太空總署沒有詳細去解釋 為什麼有這些不明飛行物體 但是我們去關注的就是這個報告本身 有些什麼可以值得去探討 大家知道這個美國太空總署 我們對它不是很大的期望 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歷來 他們對那個不明飛行物體的現象 其實都很保守的 但是這個值得提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2002年至2003年 其實英國有一個黑客 曾經就入侵了美國太空總署 這個黑客的名字叫Gary McKinnon 他今年的年紀都很大了 差不多去到60歲 最近他就這個美國太空總署發表的 不明飛行物體的研究的報告 他作了一番評論 而他也得到英國的傳媒去訪問他 原因很簡單就是當年 因為他入侵了這個美國的 包括國防部和美國太空總署的網站裏面的時候 事實上他聲稱他發現了一些東西 他聲稱他發現這個過程 就是當時他在他自己的一個親戚家裡 就透過一個互聯網 大家記得當然2002年的時候 2003年的時候 互聯網那個網速應是相當之原始的 可能當時都還在用這個modem 他就用這個modem 就成功入侵了美國的一些政府機構裏面 他就說他在這個入侵的時候 他發現了在這個太空總署裏面 其實是一系列的檔案 一系列的檔案就是說 裡面有涉及到在大層裏面 地球大層外面 其實有一個太空艦隊在那裡 這個太空艦隊就不是地球的人 地球的太空艦隊 當然我們知道就是 如果有太空艦隊的話 多數都是美國或者俄羅斯的 以美國的機會距高 但是他就說其實這個艦隊 根據這個太空總署的檔案裡面 就不是地球的 是屬於外星人的 大家如果一見到一個這樣的檔案的時候 當然就會下載下來 但是他就說由於他的網速很慢的時候 他這個下載的情況就受到阻滯 在這樣的時間裡面 他就被發現了 於是下載的就不成功 好了 如果這是一件這樣的事的時候 在美國來說他會怎麼處理呢 可能有些就不會公佈 但在這件事上面 美國政府就嘗試去檢控這個客戈 甚至是要求這個英國的政府 去引導去美國受審 這個官司是糾纏了很久的 但是最後那個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英國的當時的內政部長 這個文翠珊 Therese May 就拒絕了這個要求 而是那個理由就是 他這個黑客呢 他是有病的 他是一種叫阿士堡加症 類似我們講的一些自閉症 以這個理由就拒絕了美國方面的引導的要求 這個事件英國都引起相當大的震動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 在這件事上面 英國就頂得住的壓力 但是在現在這個 譬如維基解密 Wikileaks的Julian Assange 這個案件仍然在審理 而我們相信很快 這個Julian Assange 因為它是涉及了爆 即是洩漏了美國的機密 政府的一些機密的文件 而被引導去美國受審的 這個官司還在進行 但是我相信被引導的機會相當高 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在這個Julian Assange 這件事上面 在英國政府沒有什麼堅持 應該讓它去行動 而為什麼在這件事上面 是會有一個這樣的做法呢 我相信這個涉及到一個問題 就是英國的政府 他們都要就那個 不明飛行物體現象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一套的處理方法 當然也是保密 但是就不同美國的處理方法 於是究竟這個屬於英國的資產 涉及到英國的不明飛行物體的重要資料 還是屬於美國 可能這個問題上面 他們都有一個看法在這裡 我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面 可能英國政府都會參考 這個Gary McKinnon 一些提供的資料 盡管沒有公開的說法 但是呢 如果這個黑客 他入侵美國的國防部 或者美國的太空總署 如果這件事不是真的話 美國政府是不會需要引導它 換言之我們首先肯定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Gary McKinnon 他的確有入侵過這個 美國的官方的互聯網 甚至我們可以成功入侵了 如果不是不需要告他 如果他一旦成功入侵了 他講那一番話 就是有這個 不明飛行物體的艦隊這件事 我們是不是要作一定的嚴肅的思考呢 不是說純粹是要嘩中嘴重呢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事實上他到現在 到了2023年 在美國的法工總署 那個報告書 他仍然堅持他當時是見過這些 只不過由於那個網速的問題 他未能夠完全下載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理由相信 就是這個美國太空總署 現在是隱瞞了一些東西 這個隱瞞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Gary McKinnon 他就說 其實美國太空總署本身 都是一個軍方機構來的 表面上是一個民用機構 在這個50年代末期 由於這個太空競賽很激烈 跟這個蘇聯 於是美國就直接是 是需要建立一個這樣的機構 去統籌這個太空競 就是這些競賽裡面的一些事情 大家如果記得50年代 其實在蘇聯裡面的衛星發射 當時是領先了美國的 所以美國有這個理由 要去設立一個這樣的機構 而這個機構 是不是完全不受這個 美國軍方的控制呢 當然大家如果想清楚 這個起源本身就是 這個軍事競賽是發展到太空的 所以就需要有這個 就是美國太空總署這樣的機構 如果你說純粹是 大家是一個的民用機構 他擔當不起這個軍事競賽的角色 所以我們相信這個Gary McKinnon 他去說這句話 是有一定的基礎在那裡 既然是一個軍事 就是後面有一個軍事的成份在那裡 對於影響美國國防的一些資料 自至然是需要有一定的保密 所以我們相信美國太空總署 他那個對這一方面 甚至其他方面 包括這些涉及到太空的戰爭 他們都會有一定的審查在那裡 才可以給這些傳媒或者平民去看 這些美國太空總署 他由他最初成立以來 他們在一個太空上面拍到的照片 他們會有幾多的審查在那裡 這個Gary McKinnon 他們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他之所以要去入侵美國的太空總署的電腦系統 是受到一個人的啟發 就是因為美國太空總署其中一個職員 是女星來的 他就是有一天 他走進去一個房間裡面 他看到美國太空總署裡面的職員 是在圖改修改一些相片 他見到這個形勢 見到這個消息之後 他就嘗試去想 美國太空總署裡面 有沒有一些東西其實是隱瞞了 沒有說到這些平民聽 於是他入侵之後就發現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看 就是美國的太空總署裡面 都有一些前職員 他們都形容 就是說這些的圖片 事實上是經過一定程度的修改之後 才給我們去看的 這個修改是什麼呢 比如舉個例 在一個太空的穿梭機裡面 拍到一些不知道怎麼解釋的一些 一些不明飛行文體的片段 或者一些異常的情況 例如很經典的 在火星上面拍到一個金字塔 這個情況也是耳熟能長 但是我們很簡單講的就是 一些美國太空總署傳回來 拍到火星的相片 但是上面見到一些 一個嘻嘻笑的形象 或者在這個嘻嘻形象 旁邊有一個好像金字塔空那樣的物體 這個就引起很多人的議論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代表那個地方有文明呢 或者是有這個生命的跡象呢 如果有的話 接下來就是我們會不會有這個外星人呢 就是有很多這樣的推算 美國太空總署和美國政府 在那個年代都有同一種的看法 就是我們不適合討論這些東西 這些是天方夜譚 或者是擾亂民心 於是那些傳下來的相片 只不過是你的錯覺 你看的時候 它拍了的時候 就會形成了一些optical illusion 就是一些視覺上面的錯覺 比如你在這個角度拍 你看到金字塔 但是你在第二個角度拍就不是的 它就用這個方法去解釋 就是跟著另外一圖片下來 不是的 完全沒有這些 但是這一種圖片被修改 是揮之不去 這種傳言揮之不去 就令到人覺得 其實美國太空總署還有很多東西在隱瞞著 這些圖片經過修飾之後 令到我們看不到這些東西 事實上這個修飾有沒有出現過呢 我可以說百分之百是有的 有的在於什麼呢 因為很多太空的相片拍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不懂得怎樣去看這圖片的 比如說最近這個James Webb這些望遠鏡 它將原始的相片拍下來的時候 其實你是看不到裡面那些 顏色上面的分別 你是已經人工的加工 這裡有紅色這裡有黃色 我們才看到那些頻譜之間的差別 所以那個人工的修飾是肯定有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人工的修飾 是不是後面加了一些 有一些agenda在那裡 我們上一集都說的 那個議程在那裡 令到我們不相信 我們太空有這個生命 或者有這個高等文明 這個收改的過程是怎樣呢 其實這個太空總長是沒有透明度的 哪些人去做 做的動機是什麼 做過什麼呢 是沒有的 也都給不到一些最原始的一些圖片 我們去看 這個問題不只涉及到這些反應的圖片 例如這個太陽常登月計劃 有部份的錄影 居然現在說是洗掉了 即是說那些錄影帶 最原始的錄影帶我們現在找不到 他們都公開承認了這件事 他們的解釋就是當時有技術的問題 是導致了這件事 但我們覺得這個解釋很離奇 因為為什麼呢 登月計劃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美國很重要的宣傳的事件來的 原因的宣傳就是 因為這個證明了美國的這種制度 是優勝過蘇聯那種制度 為什麼在一些那麼重要的時刻 那些的紀錄是那麼隨意 所以很多年 找到很多年都找不到 但是到最近說不定 我完全是洗去了 那我們就有理由懷疑 事實上裡面有一些的影像 是會引起大家對那個 不明飛行物體和外星人的推測 我們說清楚很小心 就不是說證明了有 而是說引起了一些的想像和一些推測 而美國政府是不想大家 當時不想大家有這種看法 於是乎就有了這種做法 我們今天就可以用這個態度 就是說在這些事情上面 我們要窮追猛打 我們要追查了真相 即使這些不是證明了一定有外星人 而是說我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政府為什麼會覺得有些東西 是不適合美國國民 甚至地球的所有人去看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次再見